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希伯来书的背景里 信徒们面对迫害 需要很坚定的信心 和忍耐到底的决心 所以作者透过这卷书 不断地为他们加油打气 告诉他们 稳住 撑下去 希望他们能明白耶稣的爱与力量 一直都与他们同在 让我们前来读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重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生的父 都是占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 竟被弃绝 虽然豪酷窃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叫声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 所命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惊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露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由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行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 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单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经文说 神的国 是不能震动的国 无论是地上的政权 或作业的势力等等 万物都无法动摇 神所赐给我们的爱和应许哦 亲爱的朋友 那你的心是否也是如此呢 有哪些事或哪些声音 会动摇你爱神的心吗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不管世界如何 都靠主稳稳站立 把爱神的心 活成一座不震动的国 在平安里与他同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坚固我的心 使我对你的爱 不再被世界的声音所动摇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每一天 都充满信心与盼望 与神同行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